小鹅今天就满一个月了 今天我看了一下以前鸭鸭一个月的视频 不看不知道,你看吓一跳 那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呀 不知道为什么相差那么多 这个是鸭鸭一个月的视频 看这个块头起码比现在的小鹅大两倍 当时鸭鸭鸭的时候一点经验都没有 连她喜欢吃什么,要吃什么都弄不清楚 当时有很多热心的网友给我留言 叫我怎么喂鸭鸭 我自己也去网上查了一些养鹅的知识 虽然一点都不懂 但是鸭鸭小的时候也是被我养得胖乎乎的 鸭鸭特别特别的粘人 又扯了,人家扯坏了 扯坏了看你垫什么,别扯了 来,我现在给你扯 这个又能扯又能吃 这小鹅就很奇怪 一个月了还不会吃青菜 吃嘞 好吃嘞 鸭鸭那个时候七天就开始吃青菜了 鸭鸭是长大之后很挑食的 小的时候青菜青草什么都吃 连这个菜根它都会吃掉 然后吃饱就睡觉 来 箱子也扯,它订的料不是也扯 但是它就不扯青菜 这点倒是很奇怪 我把那个青菜给它切碎 拌在饲料里面 它也是只吃饲料,不吃青菜 不知道什么原因 它是挑饲料吃 每次给它切的青菜 全部都干在那里了 不吃 那就多吃亏了